看到现在现场已经拉起了这个警戒线 然后很多来迎接鸭鸭的群众都在这等候了 那现在呢我就站在北京动物园的正门 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 已经部分的市民在大门口准备迎接鸭鸭回京了 那鸭鸭大约几点可以回到北京动物园呢 关注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 我们和您一起迎接鸭鸭 今天鸭鸭回来了就很开心 因为一直在关注鸭鸭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然后希望她的晚年平天 今天康康快快乐乐的 穿着小熊猫的这个来接鸭鸭的 让鸭鸭感受一下回娘家的那个温暖 现在的心情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毕竟是回来了 而且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到北京动物园来看她 就觉得很高兴很激动 也特别欢迎全国的那个 欢迎全国的民众都过来看鸭鸭 觉得鸭鸭太不容易了 但我觉得她真的是 其实对我们人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嘛 就那么坚强 齐鸭鸭 我怕倒是不知道哪个口气 当然不是鸭鸭鸭能追 开车也不太方便开车 然后就觉得她真正的都回到我们北京来了 心情特别特别激动 晚上说不出来 有点想要哭 你必须得上来看 看见咱们的宝贝 明镜 亲眼看见妈妈 她回家 欢迎 欢迎鸭鸭回家 她在美国20多年 非常故意 然后希望 请问 希望在雨下的时候 不好 可以 在北京都要过来 很好 欢迎鸭鸭鸭回家 耶 欢迎鸭鸭回家 那